前天在網上看到教紅棗、忌子、燉蛋 但根據食譜都不是燉 有人知死說要弄來給某人吃 為防悲劇發生 讓我來試一次 講解一下 紅棗就是這些 我選擇這種 沒有滑的 那些叔叔說會沒那麼燥熱 當然這些紅棗都是 紅棗都要洗過 用冷水浸一下 浸透一點 這是我自己試的方法 至於雞蛋的問題是 現在雪櫃太冷 和煤氣力太強 所以要先用冷水 浸回蛋變了常溫 所以用熱水浸一下 防止下鍋就爆裂 接著下鍋 這個又是問題所在 通常這些食譜 要是教你幾多黑色 幾多毫升 其實是用來攪拌的 這個食譜很奇怪 對呀 上網看大家看到 適量的水 一定要適量 唯一的計算是 就是拍購經驗 如果要浸到的蛋 再加上這個煲的直徑 一份的話 水太多 煲到的蛋沒有 所以為主 兩隻蛋 水高一點 紅草和鼻子 是用兩人份量 根據那裏這樣寫 其實我覺得 好像短骨而已 鼻子不要留下 有的是這樣滾 要煮熟 煮蛋熟 先用慢火 暖蛋先 好 等待蛋熟了 因為煤氣爐的溫度又高 好想剛才就 聞火慢慢煮熟 煮熟了十分鐘 雞蛋就不會流 爆殼和熟熟 但裡面還未凝固 放下去 再煮熟 一件紅色的紅色 這個食譜很奇怪 沒有說要加糖和鹽 對 等待會先試一下 就這樣拍 應該要把紅色的雞蛋 刺到滑肚 外面我還要找多隻白老鼠 所以如果大家發現有什麼事 就麻煩你叫白車 兩隻蛋脫了殼 之後 我沒有加水 可以慢慢熟 用低火 最低的火 慢慢熟了十分鐘 沸了十分鐘 再煮熟 水會有色 剛才說的小杞子 幸好就是泡好了 因為網上食譜 沒有說清楚 浸到有色 這樣就不會用熱水浸 因為熱水太長時間 這些杞子會很酸 估計應該是連杞子和紅棗一起 放進去 一塊脹了 炸 炸 是 打定 等它煮3分鐘 上桌試一下 上桌大家看到 沒有加其他材料 只有三尾材料煮 沒有加糖鹽 先試一下 紅棗阿祝奇這麼甜 我提議應該把紅棗的材料 不要喝水 雖然雖然咬了這麼久 但相當軟 不會有細粉硬 下次會多一點水 等紅棗和蛋 聞火厚一點 抽乾水 我覺得蛋應該會硬一點 但足夠吸收 紅棗就好一點 這兩隻材料不要亂來 示範給你看 先試一下 吃到不夠味 再試一下 加些糖鹽 再試一下 下次時間到了 拜拜